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林如瓶老師 我們這個部分要介紹的是 定積分如何求職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有教導各位同學 就是定積分其實就是曲線下的面積 好 那既然是曲線下的面積 那我們這麼複雜的事實是因為 我們有個下核 就是比較小的值 跟一個比較大的值 然後乘上每一個長條狀的寬度 好 那我們就要夾擠 就是我們真正的面積會落在 下核跟上核之間 要去做一個夾擠定的動作 但是這樣子每一次 都要做一個極限的運算 似乎有點麻煩 那再來呢 我們前面 有透過不定積分 就是這個方式來求反導函數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反導函數的方式 來把這個曲線下的面積 就是這個定積分的值 算出來呢 好 同學我們先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F在B區間的A跟B這個面積呢 它是正直 而且它的部分面積A of x 好 然後粉紅色的面積是A of x A of x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同學你看一下我這邊有畫兩條粉紅色的線 就是我們A of x呢 就是到x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就在往旁邊一點點 好 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好 在這個x到x這個小範圍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時數t t會落在x跟s加h之間 OK 那這個t要做什麼 我們呢 這個t呢 就是要幫助我們來理解一小塊粉紅色的面積 就是A of x加h 減掉A of x 就是這個粉紅色的面積 這個粉紅色的面積呢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t帶到函數裡面去 然後乘上這個微小的寬度h 一定可以找到這個值 然後 就會讓這一塊粉紅色的面積等於F of t乘上h OK 就是會有一個高啦 那這個高剛好可以balance掉少算的部分跟多算的部分 這樣子 好 那如果呢 這一個h很小 這個h很小的時候 就表示說這個t其實會很靠近x 對不對 好 那各位同學 我們那個微分的基本定義 有沒有 當我們limiter h 趨近於0 h 分之 A of S 加h 減掉A of x 好 這一個極限值其實就是A of x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就是我們的F of x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可以知道什麼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可以知道什麼 那也就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把這個函數F of x 積分之後 其實就可以得到面積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探索活動 假設呢 F of x 在B 區間 A到 B 之間呢 它是正值 那部分面積呢 它的函數是A of x 也就是說 我們從A到B之間呢 選一個位置數X 那這個A of x 就是指A到X之間的這個面積 好 那因為呢 這個面積微分之後呢 會變成這個曲線F of x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A of x 是F of x 一個反導函數 好 所以我們就假設什麼呢 我們就假設A of x呢 它是從A 基到X 有沒有 A到X 這樣子的一個面積函數 OK 好 那基完之後呢 我們先假設它的基完的結果就是大F of x 加C OK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呢 如果我從A 基分到A 就是我直接從起點 基分到起點 其實這個面積是什麼 這個面積是0 所以呢 A of A 就是從A 基分到A 這個函數的面積 所以呢 它會等於什麼 大F of A 加C 那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C的這個常數是什麼 就是負F of A 這個是大F of A 好 那如果呢 我想要從A到B的積分 就是我們就會把它怎樣 同學有看到前面嗎 就是我要從A 基分到B 然後F of x dx 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會等於什麼 大F of B 加C 好 那因為這個C呢 它是等於什麼 負F of A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C代換下去 所以就會得到什麼 就會得到大F of B 減掉大F of A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微積分基本定理是什麼呢 就是說假設呢 多項函數F of X 是B 區間上AB的一個函數 好 而且呢 大F of X 是小F of X 一個反導函數 那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從A到B 這個定積分值要怎麼計算呢 同學可以看一下嗎 就是它會寫成大F of A 然後記得 因為我們原來不是把那個積分符號 左邊的A到B 我們現在改到哪裡去 改到右邊 OK 那就標示出來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這個面積要從哪邊基到哪邊 我們要從A基到B 所以其實點要放在下面 然後中點要放在上面 好 那這樣子的結果 根據我們剛才前面的探索活動 這個結果會等於什麼呢 它其實就會等於大F of B 減掉大F of A 所以就是把中點的B 先帶到反導函數裡面去 然後減掉這個起點的這個A 帶到反導函數去 這兩個的差值就會是這個定積分的值 這個函數F of X 在A到B之間的面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08年統測數學C的14題 已知大F of X 等於 OK 就是這個函數的微分 好 那請問大F of E 是多少 好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解法 我們先來看解法1 我們根據微積分基本定理可以知道 我們先看裡面這個 從1到X 然後T平方加1底T這個積分 我們先看這個定積分 好 那這個定積分它其實會等於3分之1T三方加T 然後從1G到X 所以我們就把X帶進去3分之1T三方加T 然後減掉什麼 把1帶進去 OK 所以我們會得到這個式子 3分之1X3次加X 減掉3分之1X1的3次加1 好 那我們整理之後呢 可以得到的就是3分之1X3次加X減3分之4 好 那可是原題目是不是希望 我對這一個東西再微分 所以我們就把它擺回去 所以大F of X是不是對3分之1X3次加X減3分之4 進行微分 好 所以我們得到微分的結果就是 X平方加1 但這題結束了沒 還沒 因為它是什麼 它要求大F of 1 好 所以大F of 1呢 就把S用1帶入 可以得到1加1等於2 好 那我們呢 第二個解法 來 我們從反導函數的觀點來看這一題 同學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對F of X積分 我微分之後其實就會得到F of X 那我F of X積分之後就會變成 積分符號然後F of XDS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這一個題目 假設呢 我們從1到X的這個積分 它是不是就是 好 不管它積成什麼 它是不是就會寫成H of T 就是我們先假裝它是一個函數 H of T 然後從1到X 所以它積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H of X減掉H of E 對吧 好 那我對這個H函數進行微分之後呢 對X進行微分 因為H of E它其實是一個常數對不對 所以微分完之後是不是就變成0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H prime of X 那同學回到我們剛才看的這個 其實你的H of T微分之後 是不是就變成裡面的T平方加1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H prime of X就是S平方加1 好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大F of X 其實是這一個微分的結果對不對 那這微分的結果就是X平方加1 OK 所以我們再把1帶回去 一樣可以得到1平方加1等於2 但這個用的是反導函數的觀點來看的 以上就是為各位同學介紹定積分如何求值的單元 1 2 1 2 2 3 4 6 6 7